有不法集團 蒐集美女的照片 來經營假的IG帳號 營造有錢人的生活 再以穩賺不賠等話術 遊說網友投資虛擬貨幣 有四十多名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上當 受騙金額將近五百萬元 刑事局日前在台南河高雄 破獲詐騙集團機房 經擴大清查 總計有四十多人受害 詐騙金額將近五百萬 根據調查 詐騙集團會截取美女照片 經營假IG帳號 透過分享投資獲利訊息 吸引被害人上鉤 再宣稱高投資報酬 穩賺不賠 又騙被害人加碼投資後 變造收益記錄 讓被害人不宜有他 如果被害人想獲利出金 就會找理由延遲出金 讓交易無法成交 根據警政署統計 一個月內受理兩萬件詐欺案 財損金額超過百億 多數詐騙訊息以網路等社群媒體居多 為了加強打炸 不止警方有反詐騙專線 證交所也推出五滴反詐行動 呼籲投資人不接陌生來電 不點位置連結外 還要集結六十六家證券商 打造聯防反詐 監管會銀行局表示 針對打炸會強化 約轉的風險控管 包含金額上限來做約制 預計年底前完整所有的打炸 辭法 記者原始郭俊倫 陳立峰 臺北報導